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进入繁荣期 到了元代 朝廷在这里建立了唯一一个管理全国供词的官方机构 福良词局 明清时期 朝廷又在这里设立了玉器厂 玉瑶厂 专门负责烧制宫廷用词和皇帝的赏赐用词 而景德镇烧制的词器不但为古代皇帝所青睐 也行销海外 景德镇由此称为文明世界的词都 那么景德镇的词器究竟有多么精美 又有多么珍贵呢 让我们先从一件偷盗案说起 1991年6月的一天凌晨 人们还在熟睡当中 一辆轿车悄悄地靠近了中国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 当车停稳后 四个男人从车上下来 一个男人怀揣手枪 站在车旁望风 另外三人可直奔博物馆大楼而去 此前他们已经打探过 三楼是存放青花瓷的库房 而他们此行的目标就是高安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青花瓷 其中两人依靠绳索爬进了三楼的库房 剩下的一人则负责接应 四十分钟后 四个人离开了博物馆 这一起偷盗案件发生后 高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内心都深感侥幸 因为馆内珍藏的元青花原本的确存放在三楼的库房里 直到案发的三天前 才刚刚转移到新建成的地下仓库中 高安市博物馆一共收藏有二十件元青花 其中有十九件都出自1980年11月在高安发现的一个元代轿藏 这个轿藏一共出土了239件瓷器 来自五大窑口 但包括元青花在内的许多瓷器都是景格镇烧造的 其精美程度极为罕见 其中四件右里红瓷器更是珍贵 堪称国宝 右里红是元代创烧的右下采瓷器品种 是中国古代科技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应用的体现 右里红用铜红料作为着色剂 在瓷台上绘画纹饰 载照以透明用 在高温下烧成 右下呈现红色花本 那么右里红的烧造难度非常大 因为右里红对温度和阳内的气氛要求非常高 只有在非常合适的温度和比较重的还原气氛中 右里红才能烧成 高安教藏出土了两件右里红高足碑 其中 这件右里红采瓷粟 盘斥龙文高足转碑 更是被誉为原代右里红瓷器的绝品 它不但文士精美 而且背身与背饼之间可以转动 由于工艺复杂 今天的人们仍然不明白 它到底是如何被烧造出来的 在中国的原代 青花和右里红都是非常先进的制瓷工艺 而且 由于年代久远 保存下来的瓷器数量非常稀少 因此 珍贵异常 然而 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原代瓷器 却比高安原代教藏中的瓷器还要罕见 属于中国第一批禁止出国展览的64件文物之一 那么 这件文物究竟特别在哪里 为什么会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呢 1979年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在景德镇郊区发掘了一座原代墓葬 在出土的众多文物当中 有一件瓷器让所有人都为之赞叹不已 它就是青花右里红阁楼市人物骨仓 这件青花右里红楼阁市人物骨仓呢 它是非常特别的一件藏品 从墓质的年代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古仓呢是商造于后制园4年1338年 那么它的特别之处呢它是将一件墓质呢做成了古仓的方式 做成了两层楼阁 一面呢是仓门 仓门呢采用了右里红 另外一面呢是墓质 墓质呢是用青花来写旧的 右里红的商造呢是非常有难度的 而这件古仓呢它将青花和右里红呢合烧在一起 而且呢又是一件比较有纪年的一件青花右里红的瓷器 所以呢它可以展示出当时景泽镇瓷业的一个较高的商造水平 2002年青花右里红阁楼式人物骨仓 被列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64件文物之一 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那么这件国宝曾经的主人是谁 它又为什么能够拥有这么珍贵的瓷器呢 而这就要从瓷器上的青花木质名去寻找答案了 原来这座墓葬的主人叫林氏 他出生于公元1293年 是当时景德镇长乡书院院长林尹山的孙女 林氏从小生长在书香门地 知书达理 温柔贤书 长大后 他嫁给了当时扬州陆兆国大使刘文使的儿子刘炳文 夫妻两人恩爱非常 公元1338年 林氏去世 你也要看着这位是宣传的 你还能够拥有什么 你还能够拥有什么 希望这位是不可以 是闻人们的 然后后烧了几十炉青花又里红古仓 才得到了这一件成品 尽管这件古仓的柱子是弯曲的略有瑕疵 但仍然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灵氏只是普通官员的家眷并没有告风 可即便如此啊 他仍然能够拥有如此精美的瓷器作为陪葬 景德镇制瓷叶的发达和制瓷工艺的高超 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景德镇的制瓷叶为什么会如此繁荣 巧夺天宫的技艺究竟从何而来 景德镇出产的瓷器 又为什么会让历代皇帝如此青睐呢 景德镇历史悠久 早在汉朝这里就开始烧造陶器 唐高祖武德四年也就是公元621年 朝廷在此地设立新平县 部署陶镇监督陶瓷生产向朝廷进贡 这是景德镇进入官方视野的最早记录 不过景德镇的德名则始于宋代 那时景德镇还叫昌南镇 这里创烧的清白瓷文明全国 让宋真宗爱不释手 于是这位皇帝命令昌南镇烧造御用瓷器 并把他的年号景德赐给昌南镇作为地名 随着景德镇瓷器行销海内外 景德镇的名字也传遍了天下 当然 喜欢景德镇瓷器的皇帝 绝对不止宋真宗一个人 因为此后的明清两代帝王 都把景德镇作为皇家指定的瓷器烧造厂 有些皇帝甚至直接指导和修改瓷器的画样 比如 清代的雍正皇帝 对于瓷器画样的要求就非常苛刻 根据档案记载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四日 他传指 藤螺花再画发廊器皿时 不必画此花样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旨意中 他说 青山水茶园 九园俱好 再画些 而雍正十三年正月初时 皇帝又有意见了 此瓶上龙身画的罢了 但龙虚太短 足下花纹与胶叶异化的糊涂 此后再往青处里画 有了皇帝如此细腻的指导和近乎苛刻的挑剔 景德镇官窑屡屡烧制出传世精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 除此之外 景德镇之所以能将中国古代制瓷技术和艺术推向世界高峰 还与江西自古以来的制瓷传统分不开 早在新石器时代 生活在江西的先年们已经开始制作陶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考古学家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发现了几块布器 从陶瓷科技史上可以知道 中国陶瓷的烧灶有五个里程碑 第一个是陶器的烧灶 最早的是两万年以前的陶器 第二个是新石器时代后期令营陶的烧城 以及上周时期原始秦次的烧灶 第三个是汉代秦次的成功烧灶 第四个是隋唐时期北方白瓷的成功烧灶 第五个就是宋雨后 颜色柚瓷 彩柜瓷 以及标速瓷的成功烧制 五个里程碑之中 江西是占了四个 除了北方的白柚瓷之外 其他的四个里程碑 它全部占据了 特别是江西万年仙人洞 两万年以前的陶器 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陶器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古代帝王的重视 和江西悠久制瓷传统的影响下 景德镇把中国古代制瓷技艺和艺术 推向了世界高峰 而景德镇为明清两代宫廷烧灶的瓷器 也代表了古代中国瓷器生产的最高成就 让今天的人们忍不住 为中国古代先民的高超智慧而赞叹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宝档案官方微博微信 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继续